这个小屁还可太能了 转身后第一件事 他便想看看身体有没有缺精少养 可没想到这一看就坏事了 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女仆看到 他还以为男主是尿床了 说着便连忙脱下了他的裤子 毕竟如果尿了的话 就必须赶紧洗干净才行 这搞的男主可谓是猝不及防 好在尴尬没有持续多久 确认男主的身体很正常后 接着女仆就给他喂起了腐蚀 如今的他正处在断奶阶段 所以女仆几乎没有放调胃品 男主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没想到这寡蛋的味道却意外的好吃 而看到男主的胃口嘎嘎的好 女仆可谓是更放心了 接着二话不说就将男主举了起来 给男主的感觉就是很羞耻 但他倒更想知道这又是在整什么花样 男主的抵抗那是一点屁用也没有 毕竟他现在才两岁半也 但好在这期间也没有白偶 他从女仆的口中套出了很多话 经典的出身一个贵族世家 除了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以外 上面还有着两个哥哥 这也意味着他已经与继承家业无缘了 不过这些他都没有兴趣 倒是知道这个世界存在魔法后 男主当即就乐开了花 但学会魔法的前提 却必须要先认这个世界的字 不知不觉便是两天半过去 此时还是传到了父母的耳朵 显然他们的儿子是个大聪明 不仅能看懂文字甚至连算术也学会了 男主顿时就被夸得老脸羞红 可这样下去也太惹眼了 于是他把功劳都推在了女仆身上 这说的女仆差点就裂了出来 显然平时一把屎一把尿没有白带 但值得一提的是父母也起了疑心 自从发烧后儿子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该不会是被神降下了天气 此言顿时就让男主一阵心虚 然而看到后女仆却懂了 很显然男主是想喝奶了 说着就将奶瓶插进了她的嘴里 虽然这个女仆就很离谱 但男主也成功靠此门混过关了 其实对于儿子想学魔法这件事父母都很开心 这样虽然不能继承家业 但也总算有了建树 可现在男主的年龄却是上早了些 比如姐姐就是个过来人 最好是要等到五岁后接受过洗礼再学 不过在此之前男主也可以先通过读书来预习一下 这打脸来得也太快了一点 男主也不知自己为何能使用魔法 但被别人发现就不好了 想到这里他打算节制一点 然而事实难料 没想到这反而让魔法失控了 情急之下他连忙将火焰对准了窗外 这才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但也因此这个动静却瞒不住了 女仆虽然好忽悠 男主表示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这却瞒不过她的便宜姐姐 这本书他之前刚好学过 男主一听就惊住了 莫非他被姐姐发现了不成 好在这个姐姐傻乎乎的 接着他便以老师的身份给男主讲述历史 除了这个国家诞生的由来以外 还讲了世间存在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种族 而说起受人族男主就兴奋了 他就喜欢这种毛茸茸的玩意 就这样时间悄然而过 眨眼便到了男主五岁这年 这天也是他接受洗礼的日子 而所谓的洗礼就是神明赐予的家伙 为了方便男主理解 姐姐毫不犹豫就打开了属性面板 原来姐姐还是个地孔 但父母也没有当回神 而是解释起了神的家伙 家伙的等级共有五级 像姐姐可是一上来就获得了二级的家伙 等级越高就代表着天赋越高 而刚说到这里 这次的目的地也到达了 面前的这些雕像便是实际存在的七柱神 只要向神明祷告便可以获得家伙 就这样在神官的帮助下 忽然一个猥琐的笑声响了起来 只有男主能听到这个声音 对于其他人来说 只能看到这次的光芒格外耀眼 在短暂的白光闪烁后 当再次睁眼时男主就懵逼了 只见在他眼前静坐了七位神明 可这就离谱了 从未听过洗礼时神会真正献身的 而且一下子还来了七个 此言一出不要紧 男主顿时就绷不住 可知道你很懵但你先别懵 原来主作上的老头是这个世界的创世神 旁边则是司长轮回的神 其实男主的死亡并不在预定之中 记得就在当时的夜晚 男主刚好路过一家超市 却不曾想遇上了一个蛇精病的歹徒 他本来是想直接跑路的 可这样身旁的两个女孩就会遭殃 于是迫不得已男主只能挺身而出 然而这一挺不要紧 于是接着男主就凉了 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一挺 其实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因为就算男主不去英雄救美 下一秒歹徒也会自己把自己绊倒 然后被周围的人压制 可这下子不仅男主死了 犯人也更是被害惨了 刑罚也直接变成了杀人罪的程度 但终究男主是因为刑上而死 所以地球的神明委托了他们 然后才将男主转生到了这个世界 而值得一提的是 本来有将记忆提前封印 毕竟小的时候 有些事会造成精神上的痛苦 可不料封印在两岁半时 莫名其妙就被解开了 七位神都对男主的遭遇很同情 于是接下来就乱套了 每位神都赐予了男主不同的家伙 七位分别对应不同的能力 但由于时间已经差不多要到了 具体之后可以慢慢尝试 就这样在老头的坏笑中 男主再次返回了教堂 此时耀眼的光芒也戛然而止 这让父亲非常好奇男主的能力值 瞧这个动静很有可能获得了多重家伙 但这完全就是想辟齿 再表示肚子痛后男主便溜了 对于神的家伙 他总有一种不妙的预感 而接着更是证实了他的猜测 好家伙这一下子就说得通了 怪不得创世神老笑得那么猥琐 正当男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事 忽然他看到老头竟还留了言 原来使用他的创世神魔法 即可修改能力值 于是男主的态度顿时 就来了360度的反转 他觉得创世神真是太好了 在修改了一些夸张的能力值后 为了庆祝五岁生日快乐 一家人为男主准备了一场晚宴 但同时父亲也好奇儿子的能力值 不过好在男主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一点 除了七位神的家伙以外 最让父亲震惊的辨识这个夸张的魔力量 要知道顶尖的魔法师也只有一万左右 而男主却五岁就已经有了三万 可虽然前途无量 但也同样会被国家视为威胁 在叮嘱在场的人都不要说出去后 好一会男主才重新回到了房间 怪就怪在他不知道平均能力值都是多少 就在心情烦闷时 忽然一本召唤书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时的他多想被一些毛茸茸的东西治愈 想到女仆可能会过来坏事 于是男主便来到了外面召唤 然而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 他不仅召唤出了一只牛角怪 并且身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而更关键的是 此时姐姐竟和一个女孩刚好路过这里 于是男主当即就挡在了前面 这一幕颇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他也只能放手一搏 要知道现在的他可是会使用魔法 可毕竟还没有来得及系统修炼过 下一秒男主就拉垮了 不过也仅是落寞了一瞬 接着男主便再次施展了魔法 这次以防万一直接使用了最大的魔力量 只见一招后牛角怪就被送走了 而男主也因此无力地跌倒在地 魔力的消耗让他有了巨大的脱力感 在昏迷过去前 只记得一息间他看到了一对猫儿 阴差阳错也算是看到了想要的毛茸茸 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中 男主英雄救美一事可为是传开了 就在现场一片欢呼时 可殊不知另一遍